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赵树摆明来自己男士农业专业的学生 科普作家 金星农业王主编 方玄长 以一套名为转基因 争论中的是玉飞的报告回答了上述一问 他认为 许多时候困惑我们的其实都是伪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 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 却可能是引起疑虑和偏见的来源 长久以来 转基因在国内被妖魔化 将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发生 分享第一手资料 并有了必要性 于是 在中国农学会 沙东农学会邀请下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基因安全评价 与应用团队首席科学家金武军研究员 科普作家 基因农业王主编方玄长 在济南做了两场报告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产出着基因技术及其安全性 从1973年 美国发明重组DNA技术 诞生了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大厂展卷开始 到1996年 全球转基因生物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 在金武决看来 这一过程中 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 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 而技术发展不可阻挡 两个不完美需要转基因科技的发展就深层次的需求 方雪昌认为 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不完美 第一 我们吃的东西并不完美 比如 黄区酶素质还仅被冰山一角 八芽的土豆 成熟的西红柿 生的茄子 银杏都有毒 第二 我们的生产方式不完美 由于农药使用 最近几十年 农田青蛙其后鸟数量明显低于半个世纪前 大量使用化肥造成污染 专家解释转基因技术 通俗易懂 就是把一个生物物种或品种中控制优良性状的一个基因拿出来 跟另外一个需要这种优良性状的生物物种或者品种进行达交的技术 以植物转基因位例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 楚秀生 向介绍解释整个基因转移的过程 首先从某一种生物组织器官如根 精 结 花 果实提取要转入的基因 然后在实验室里对该基因进行科学修饰 加工 组装 以及功能验证等 利用基因枪 农杆菌等转化工具 转入另一种生物的未成熟 配合其他组织细胞 然后进行组织培养 通过细胞分化 植株再生等过程 获得转基因植株幼苗 对幼苗植株进行转入基因检测 筛选转入基因已插入受体生物基因组中的植株幼苗 并对阳性植株进行田间种植 扩拔 通过对优异性状的筛选 转入基因的检测 获得稳定遗传的植物转基因后代新品系 在经过安全评价 中间试验等一系列过程 一路顺利 最终才能通过审定 推广 新技术较精的起物体检验对转基因安全性 的担心成为其争议的源头 如同本文开头所列出的问题 不同群体的困惑 大都指向转基因的安全性 金无菌从研发 评价 监管 公众参与等环节阐述 并用实时说话 转基因安全研究近40年 人类安全使用18年 全球使用转基因人群 目前已达五分之四 动物已吃了十多代 它总结 迄今为止 转基因产品没有发生一起经过证实的生物安全问题 你接种的大部分疫苗 都来自转基因技术 为吸糖尿病人健康的胰岛素 来自转基因技术 今天研发 生产的干扰素和抗生素 多数来自转基因技术 通过这些证据 方学昌证明了一个观点 转基因技术 看卫人类的健康 像飞机火车手机在诞生之处面临飞银一样 一种新技术面试后 被人们误据很正常 作为科普作家 王玄昌提醒公众 理性看大意见领袖的意见 理清和为全微 在全面了解一个争议性事件之前 不要写下结论 否则 这个结论很可能就是贫贱 本包记者王延宾 健康的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